蔡上画外形亮眼,形象倾心 翻射自蔡上画脸书 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 东三财经新闻台28岁正妹主播蔡上画拥有政治大学法律,经济双学位 目前仍攻读台大商学研究所 她播报专业,形象倾心 是新闻主播圈一颗耀眼新星 私底下的蔡上画,更有助不为人知的感性 另一面在电视台打开奶妈准备的爱心变道 蔡上画当场哽咽泪崩 翻射自蔡上画脸书 蔡上画小时候有段时间,因爸妈事业忙碌 把她交给奶妈,爷爷照顾 奶妈虽不是亲人,却比亲人还亲 蔡上画现在长大了 不过奶妈,爷爷也老了 爷爷近来体力大不如前 白发藏仓,步履蹒跚 她难过说,宁可拿梦想做交换 只求爷爷奶妈健康平安 蔡上画专业播报 早已培养一批死忠粉丝 翻射自蔡上画脸书 上周末,蔡上画特别前去探望奶妈和爷爷 要离开时,奶妈交给她便当 我现在常接到她电话 唠叨我不要吃炸的 要吃鱼才营养 一回到电视台 菜上画打开便当盒 眼泪当场不自觉掉了下来 便当有奶妈喂我炖的鸡汤 蔬菜 各种海鲜 我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 到了能照顾他们的年纪 没想到在他们眼中的我 依旧是个让人放心不下的小孩 在电视台品尝奶妈亲手做的便当 蔡上画喃喃自语 我真心觉得 纵使是米其林三星仓庭 都比不上我奶妈做的便当